我是梅林 其实很多女人嘴上说着不要的时候 心里呢 却并不是这样想的 如果男人读懂了他们的真实意图 同其所好 那么是很容易俘获放心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能够读懂女人的意图 想当然的做一些事情 那么其实很容易会引起误会 将一件事情弄得很糟糕的 不仅会弄巧成拙 还可能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 所以说男人一定要懂女人的言外之意 就算是女人嘴上说着不要 也一定要好好琢磨一下她的真实意图 阿子呢总是向朋友抱怨 觉得自己的男朋友不解风情 根本就不懂自己 就在上个月阿子度过了自己第25岁的生日 在生日前一周 阿子的男朋友问过阿子 想要什么样的生日礼物 生日想要怎么过 阿子当时其实有点生气 因为他觉得自己男朋友应该心里有 打算怎样为自己过生日才是 这样问呢总觉得心里不太舒服 于是他干脆说了一句 不过了 到了生日当天 阿子本以为自己的男朋友为自己呢 准备了惊喜 结果一整天过去了 男朋友却一点表示都没有 在即将过完一天的时候 才补上了一句生日快乐 阿子生气的质问自己男朋友 为什么不给自己准备礼物 阿子的男朋友摸不着头脑 一脸懵懵的说是 阿子说的不用过了 阿子生气的率面而出 甚至都想和男朋友分手了 他觉得自己的男朋友 一点也不在意自己的感受 终日一泪洗面 哭的是可怜兮兮 阿子的男朋友却始终不明白自己什么地方 惹阿子生气了 想开始还打了几个电话 问阿子道歉 说是以为阿子说不用过是真心话 于是便没有什么安排 阿子心里一直骂着自己男朋友是直男 听见男朋友不知悔改的语气 阿子是更加生气了 于是直接好了一句 你别烦我了 接着便挂了电话 在挂了电话之后 阿子以为自己的男朋友会打电话哄哄自己 和自己道歉 结果是左等右等 都等不来一个电话 阿子是越来越气 忍不住自己打了个电话过去 质问为何男朋友不给自己打电话 便问他是不是不在意自己 是不是不爱自己了 可是阿子的男朋友 依旧很无目的说 因为阿子说的别烦 他便想着 那就让阿子自己冷静一下 平静一下自己的情绪 便没有再打电话过来 看着自己低停伤的男朋友 阿子真的是又生气又无语 觉得自己和这样的男人交流沟通 起来呢都好费劲 觉得这个男人真的太不见风情了 其实阿子也知道 并不是男朋友不爱自己 而是男朋友实在是太直男了 根本就不懂自己心里在想着什么 简单的以为自己说了不要 就是不要 男人一定要明白 女人的言外之意 只要你多用点心思 其实女人的心思呢 并不难懂 好了 等期视频